齊兄姊妹 大家早 好 我要跟大家抱歉 這個聖經是十三章 打錯了 是我的問題 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一個奇怪的字叫one another 這是我這次在準備的時候 他們發明了一個新的字 one another 然後他們把它湊在一起 再加ing 就是彼此 上一次我講到那個 重丹跟丹子 重丹要彼此擔當 丹子呢 要自己擔當 從那裡我們就知道說 在我們的信仰當中 彼此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這是 熱水爐 那這個熱水桶裡面呢 水有多少呢 我們看不到 但是聰明的人呢 就外面加了一個玻璃管子 這個玻璃管子呢 上面你就可以看到那個水有多少 那玻璃管子的水有多少 熱水桶裡面的水就有多少 這樣講對嗎 我們就不需要一天到晚 打開這個蓋子 看裡面還有多少水 那裡面不容易看 那這個管子可以反映出 裡面的水位 那我們信仰當中最重要的是 最大的誡命 就是敬己愛神跟愛人如己 耶穌說還有一條新的誡命 是彼此相愛 那這個是對神的愛 這個是對人的愛 那這兩個呢 敬己愛神呢 就是熱水桶 那麼愛人如己跟彼此相愛呢 是玻璃管 那換句話講呢 你愛神有多少呢 看不到 沒有人看得到 可是你怎麼愛人呢 這是看得到的 那聖經這樣說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當然更沒有人看見你怎麼愛神 可是呢 如果我們彼此相愛 那麼神就住在我們裡面 愛他的心在我們裡面 就是完全 所以愛神是可以從愛人當中 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當時候最重要的誡命是愛神 然後是愛人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能夠評估的是 這個人的愛人到底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評估 他的愛神到底是怎麼樣 那教會主要的特徵是什麼呢 怎麼樣認出一個教會 建立教會的人是耶穌基督 他說你們要彼此相愛 好像我愛你們一樣 在第一世紀第二世紀的時候 那個非洲的那個 古教父特徒良 他是捍衛教會的人 他說當時的外邦人怎麼認出 這一個人是不是基督徒 他們說看哪他們何等相愛 這句話變成很有名的一句話 根據這個認出來 這個是基督徒還是不是基督徒 那麼到二十世紀的時候 德國的潘霍華 他是批判當時德國的教會 他是教會的批判者 可是他認為 一個人怎麼認出來 你是基督徒呢 他們有彼此相愛來彼此結連 生命產生轉變 所以不管是教會的創立者 捍衛者或是批判者 他們對教會的認知是一樣的 你怎麼看出來這一群人是教會 還是不是呢 就看他們有沒有彼此相愛 這是今天的聖經 我給你們一條新的命令 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彼此相愛 眾人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所以教會的主要特徵 是彼此相愛的關係 怎麼看教會呢 有人把教會看成是一個企業 有人把教會看成是一個團隊 有人認為不是 教會應該是一個家庭 所以是business team or family 如果看成是企業 那是用商業的模式來看教會 如果看成是團隊 那是用競賽的模式來看教會 如果看成是家庭 那是用合作的模式來看 用經商呢 當然就是唯利是土啦 經商的目的是要賺錢嘛 所以他是看他賺多少錢 是profit making來評估一個教會 如果是競爭呢 看他成績好不好 是用他的表現 performance 如果是家庭呢 看他們大家參與的情形怎麼樣 來評估這個家庭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賺越多越好 這是贏越多越好 這是彼此越親越好 所以呢 你用的不同的模式來看教會 你在評估一個教會的時候 你也會用不同的標準來評估它 如果 教會看成像公司這樣的話 那麼什麼是黨職會呢 他就是董事會 那如果是團隊的話 他是經濟群 如果是家的話 他是家裡面的一個服飾團 牧師呢 在董事會他是總經理 如果公司的話 那如果是團隊他應該是總教練 如果是家呢 他應該是牧羊者 那會友怎麼看呢 如果是這個公司看起來 會友呢 他是消費者 所以你要服務消費者 所以服務不好 那你會友就跑光了 所以想辦法 長職會 找一個最好的總經理 可以提出最好的產品 然後 消費就越來越多 大家坐在下面消費 消費當然要付款嘛 這是奉獻嘛對不對 然後比賽的話 就沒有旁觀者 沒有消費 大家都是團隊 大家都下場去打 所以這個 這個 比喻啊 是比這個比喻好一點 沒有在旁邊消費的 大家都是參與者 這個是大家都是一家人 所以你用不同的 這個比喻呢 來看教會 會產生不一樣 對教會的評估 聖經呢 是用這一個 比喻來看教會 聖經說 教會是上帝的家 神的家 這個家是永生神的教會 所以教會是用家 family 用家的這個比喻來看 那如果是家的話 基督是老大 基督是長子 我們呢 都是上帝的兒女 所以我們常常把上帝稱作天父 我們彼此稱弟兄姊妹 這個來源就是我們把 教會看成是一個family 是一個家庭這樣來看的 聖經另外一個地方說 教會呢 是基督的身體 從家變成身體了 如果是身體的話 那麼 基督是頭 那我們呢 就是手腳身體 我們是肢體 另外一個地方說 教會其實是聖靈的墊 聖靈的墊 聖靈的墊 如果是聖靈的墊的話 那麼基督是黃角石 是這個聖墊的最下面 最重要那塊石頭 那我們呢 是蓋這個墊的每一塊小小的石頭 把它蓋起來 那這個家 就讓我們看到我們彼此的關係呢 是一個親密的關係 身體呢 代表我們 互相依靠 因為你沒有別的 你就活不了 這是一個很緊密 互相依靠的關係 如果是墊的話 是大家一起被建造 這個石頭會變成一個房子 是必須要有水泥把一塊一塊石頭黏起來 那個水泥就是我們的關係 就是那個彼此相愛的彼此啦 好 我們要講這個彼此啊 教會的彼此 就是耶穌在最後晚餐的時候 跟他的門徒所說的 這是一條新命力 你們彼此相愛 眾人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那這個彼此相愛怎麼去了解他呢 新約聖經用了好多彼此來描寫 什麼叫彼此相愛 裡面有正面的有負面的 我這次去找呢 你知道找到多少嗎 找到七十個 這是不好的 彼此陷害 彼此爭論 彼此和睦 彼此践踏 彼此有仇 彼此談論 彼此洗腳 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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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約翰如一年講彼此相愛講得最多 彼此交接 彼此商議 彼此欺負 彼此分開 彼此對告 彼此持別 彼此不合 彼此有信心 彼此顛入 彼此交往 彼此聖結 彼此相合 彼此相爭 彼此告狀 彼此恢復 彼此分門陪列 彼此等待 彼此相顧 彼此要聖結 彼此和睦 彼此和睦 彼此聖結 彼此消滅 彼此相敵 彼此惹 彼此惹 彼此聯絡 彼此相助 彼此饒恕 彼此對說 彼此順服 彼此說謊 彼此包容 彼此 彼此 彼此交道 彼此相愛 彼此相愛 彼此 彼此相恨 彼此相勸 彼此相顧 彼此勸 彼此 彼此批評 彼此埋怨 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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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相交 你看約翰 到約翰一書的時候 他又寫了很多 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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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起來彼此相愛是最多 那麼其他的就是把什麼叫彼此相愛 什麼叫不是彼此相愛 試著去把它 殘明 所以不會變成一個理論 我們真的可以做出來 好 那我把那些彼此相愛整理一下 分成四種 第一個是彼此的態度 彼此的態度 嗯 這些魚呢 都是向右邊 都是藍色的 只有一隻是向左邊是紅色的 那這個叫接納 那還是在那一群裡面 他只是方向跟顏色跟人家不一樣 那 這一隻貓呢 讓那隻老鼠到頭上去玩了 這個叫包容 所以呢 彼此的態度呢 要 assetance 接納 要forbearance 要包容 接納是彼此有差異的時候 才需要接納 包容 這個是聖經的齁 你們要彼此接納 包容是彼此有差錯的時候 才需要包容 彼此有嫌隙的時候 就要包容 所以這是我們的態度裡面 要彼此接納 彼此包容 在我們互相的服飾當中呢 要彼此勉勵 這個要彼此扶住 當他可以跳 不敢跳的時候 你要鼓勵他要跳 他不是不敢跳 他根本不能跳 不能走的時候 你就要把他抱起來 你就要幫他一把 所以呢 勉勵是他揮心的時候 需要你勉勵 扶住是他軟弱的時候 需要你扶住 你要區分 他這個時候 到底是灰心還是軟弱 如果是灰心 你把他當作軟弱 那就是他的單子 你把他當作重單 不應該幫你幫他 他根本是沒有辦法動 你把他當作 他不敢動 你就一直鼓勵他 這樣也不是愛他 所以你要會區分 到底他是灰心還是軟弱 灰心要勉勵他 軟弱要扶住他 在彼此的關係裡面 平常沒事要大家 關係好一點 這個就是affection 要親認 萬一做不對事情 要像這隻小狗這樣 說對不起 我以後不敢 那這個是一個會認錯 一個是會親認 這是平時的時候 要培養好的關係 愛滴兄要彼此親認 可是萬一真的不小心 讓對方受傷的時候 要敢跟對方說對不起 要互相認罪 彼此的關係有一些 聖經有一些不好的 就是不要這樣子做 第一個 不要論斷他 不要論斷他 第二個 不要咬他 論斷 是在倫理上 來傷害對方 那咬的話 那麼這個是在物理上 physical hurt 真的是讓他咬一個洞 這個是說你不對 但是你不一定是你對 但是你只是把對方說你一定不對 所以這個都是互相傷害 如果相咬相吞 恐怕會 大家都會消滅 所以呢 教會 或是基督徒一個最重要的記號 就是彼此相愛 當中有包括彼此的態度 是要接納包容 包括彼此的服侍 是要鼓勵 輔助 包括彼此的關係 是要親熱認錯 還有包括彼此的禁忌 不要論斷 不要吞咬 那這個整個我們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 那我們就藏在主的愛裡面 因為主給我們的命令 就是要我們彼此相愛 那根據約翰福音15章 我們來看 就是如果我們遵守主的命令 我們就會彼此相愛 如果我們彼此相愛 我們就會常享受主的愛 如果我們常享受主的愛 我們就可以遵守主的命令 所以這裡我覺得有一個三個成分的互相循環 在愛的裡面 我們跟神之間的愛 我們彼此相愛 其實是有關係的 就好像開始我講的 那是一個熱水桶 裡面的水有多少 外面的玻璃管應該就有多少 玻璃管是看得到的 那桶子裡面是看不到的 但願我們在和平教會 我們能夠學習這個功課 所以你勢必要參加小組 因為如果你沒有參加小組的話 那麼彼此認識都不認識 你不要講說有關係 不要講說有幫忙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低頭來禱告 主你在最後晚餐離開門徒之前 你為門徒洗腳 你跟門徒說 你們要彼此相愛 像我愛你們一樣 你們如果真的彼此相愛 眾人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主這是你最後交代給我們一個最重要的命令 你也說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做 我們就會藏在你的愛裡面 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把你的這個命令 真的能夠落實在我們的生活 我們既然每個禮拜天到你的教會 一起來做禮拜 就讓我們所做的禮拜 能夠幫助我們在禮拜一到禮拜六當中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不管是我們自己的家人 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我們真的可以學習 怎麼樣彼此相愛 在生活上彼此的態度是會接納包容 在服飾上可以互相鼓勵 可以幫助 在彼此的關係裡面 我們會學習怎麼樣親熱 萬有傷害 我們可以認錯 幫助我們 不要彼此論斷 彼此吞咬 我們在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我們要談人 wus些수들의本地 感谢观看